大家好,我是牛小妹 今天是2021年7月15 我们来到了SS2 SS2是地季最大的夜市 人夜时间是从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2点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 在SS2夜市能不能找到 十样中国的特色小吃 让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吧 我们测试下 全程说中文能不能买到 让我们出发吧 第一站我们找到了杂粮煎饼 煎饼是中国萤蒙山区迷煎的传统家常美食 这个老板是东北人 但他的招牌写的是北京煎饼 许个这样的美字可能是因为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是正宗的中国美食吧 普通的六马币一个 如果另外加肉松 腊肉片 有餐肉 鸡肉 就是阿玛第一个 每次来老板都在地团忙碌 用他熟练的工作 一个接一个的摊着 顾客不同口味的煎饼 他摊的煎饼香脆可口 热热的咬上去 满足感油染而生 即使在疫情期间 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喜爱 还是排队等候的人 有人坐车就好了 能接受不住 难道人都不辣 难道这是你们女生的标配吗 老板来个原味的 原味的多少钱 六块 我们没得要辣吗 加肉松的 八块 八块 微辣好了 肉松微辣 要什么呀 还是原味的 原味的来两个吧 第二站 远远的看到长沙臭豆腐 巴马币一份 这家的臭豆腐名气很高 味道也确实不错 臭豆腐由营锅慢慢炸 直到颜色变黑 表面膨胀了以后 就可以捞上来 浓香溜然 放上葱段 香菜 萝卜干 淋上蒜汁 辣椒油 再浇上黑色瓦罐里的特制卤汁 一份芳香酥脆 外焦里面的臭豆腐就做成了 今天我们的运气不错 没有排队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 肯定会排长长的队 第三站 金无鲁味鸭脖 十马币一份 价格和国内差不多 味道更是一模一样 老板是江西人 在这边也很多年了 喜欢吃的可以支持一下他 你去哪里 我来拿一个快点 你说你也江西的 我不是江西的 我是 我们是 我给你 我给你 不要不吃 我怎么太吃 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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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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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找 第四站 我们找到了 豆浆 豆浆摊位 这里有豆花 黄豆豆浆 黑豆浆 值得一提的 是他家的都是 非转基因大豆做的 小瓶是五马币 大瓶十马币 一般的豆浆 是直接加白砂糖 这个摊位 可以选择加不同的糖 有白糖 红糖 和焦糖熬制的糖水 根据自己对甜度的要求不同 到老板加糖 这次我们加了少量的姜糖 对大马这样的天气 喝上一杯凉凉的姜糖豆浆 真是爽歪歪了 明天后天 先喝的时候 要少杯 什么糖 要少吃 要少喝 可以来 是白糖吗 有些要不同 嗯 是一多好 是一多啊 白糖 黑糖 香糖 你要吃吗 白糖 没有三种糖 酱 酱酱啊 好 它这里是白糖 黑白 酱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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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 酱酱 酱酱 酱酱啊 酱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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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炸 我们找到了烙饼 煮菜 盒子 煎饺 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品食 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北方人 特别爱吃饮食 由于这个的价格有点高 我们只要了一个韭菜盒子 韭菜盒子三马币 相当于人民币4.6左右 里边是韭菜和鸡蛋虾 味道还是挺好的 好的 等一下 所以你是要煲菜 第六炸 由于我老公和女儿爱吃肉 找到了羊肉串 牛肉串和鸡肉串 如果想吃辣 会给配一包他们自制的辣椒汁 占你吃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但女儿说她很喜欢这个味道 相对于烤肉 我更喜欢吃现烤的烧烤料的自然味道 马来西亚是多元化的国家 有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华人占大概30%左右 所以全程中文购通没有问题 又能吃到地道的中国美食 让我们继续寻找中国小吃 第七炸 寻着香味 远远的看到一家卖肉食的 煎鸡排 煎鸡块 煎鱿鱼 这个又是老公和女儿的最爱 每份都是十码地 这个鱿鱼圈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花枝圈 第一次看到还真不知道是鱿鱼做的 我们买了一份煎鸡块 其实还想买煎鸡排的 怕晚上吃不完 大马的鸡肉很好吃 只能留给下一组吃了 再来三个鸡肉 最后我们先去 transportation 为什么 T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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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第八炸 我们找到了中国最传统的面食摊位 包子 馒头 烧卖 这个又是我们的最爱 包子群种很多 有常见的豆沙包 菜包 肉包 还有叉烧包 这些价格相对低一些 1.6马币左右 椒盐鸡包 糯米鸡包价格高一些 6.8马币一个 这里的糯米鸡和叉烧包很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试 酒炸 我们找到了油炸花生米 5马币一份 花生米是很好的下酒菜 也是我老公的最爱 在国内 我们喜欢买花生米和海苔混合一起的 这里没有 但是这里有小颗花生米和小鱼的混合 很不凑巧 今天卖完了 我们只能买一些普通的花生米 这次来一个普通的包呢 这个冬天 好的 嗯 一个就好啊 这个呀 这个就够了 好的 下次再来 好的 谢谢你哈 你要怎么来怎么来 你们要买这个 这个 嗯 第十站 炸香蕉吗 对啊 来SS2之前 女儿特意交代要买给她吃 三根五马币 这里还有炸菠萝蜜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对 下次一定要尝试一下了 这个要吗 这个 这个是怎么卖啊 啊 这个怎么卖啊 七粒十块 七粒十块 对 这你吃过吗 没吃过 这个 这个 银菠萝蜜 好像菠萝蜜 好像菠萝蜜 啊 菠萝蜜里面那个饼子还在那些 种子还在里面的 种子也是可以吃的 要试试吗 哪三的哪三的五块 看吗 他不行的 这你如果还蛮便宜的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马来西亚当地的水果 有牛油果 芒果 香蕉 木瓜 山竹 葡萝蜜 这些都是价格经济实惠 喜欢吃热带水果的就有口福了 如果大家有想了解马来西亚的水果 我们下期可以做一次节目 这个是3块2对吗 3块2对 3块2对 汉经的呀 不要轻易经理老板 他给你20块 这个芒果吗 芒果有 8块钱 这个鱼子里的 哪里的芒果啊 芒果 芒果有一包是8块啊 那边 8块钱 8块 8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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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今天的挑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挑战成功 我们有买到了长沙脱豆腐 还有柄树 还有豆浆 鸡米花 花生米 鸭肠 羊肉串 有豆沙包和叉烧包 还有一个韭菜盒子 几样 一样 两样 三样 四样 五样 六样 七样 八样 九样 十样 正好十样 挑战成功